望着那孩子清澈的双眼,小妖心中暗暗发笑,她刚想和她耐心解释,余光却极其敏锐地撇到那一抹显眼的雪白。 她镇定自若,又没什么好玩的东西,我去那儿干嘛? 没什么好玩的。 女孩不自觉咬着手指,陷入了怀疑。 小妖不带她思考明白,伸手将她的手指从嘴里拔出来,这个点课页都写完了。 女孩脸色一变,小妖一猜就是,三言两语将人打发走了,而后抬起头,故作轻快道,回来了。 某人吃笑一声,在她面前撩袍坐下,笑盈盈地望着她,我好像来得不是时候。 小妖不知道她听了多少,更不知道她是否真的意有所指,但她扪心自问自己喊停还是很及时的。 所以,她虽然心中忐忑,但也不至于完全无法应对。 哪能啊? 她狗腿地为对方道了杯酒,尽量让自己看起来笑得很真诚。 这就是我之前和你说过的,酒特好喝的那家。 怎么样?来一杯。 向柳的视线如同藤蔓一般,始终追随着她的举止。 待她用那种期待的目光盯着她时,她才慢条丝里地抬眼回望回去,似笑非笑地将手中酒朝她虚敬一杯,西林小姐亲自敬酒,确之不恭啊。 但一饮而尽后,她又促起眉来,酒不错,毒差了点。 百年以来,小妖一直觉得她这副样子十分欠打。 于是,她笑眯眯地盯着香柳,你应该知道你还欠我百八十鞭子。 说的也是。 香柳摇晃着空杯,漫不经心地说,西林小姐若是想讨,我自是随时奉陪。 不知小姐这次想我如何偿还。 什么叫这次? 小妖盯着她嘴角懒懒的笑意,危机感越发虫了。 她觉得她话中有话,不禁肃然正色,轻咳了几声,鞭子就免了。 免得将来落了痕迹,麻烦的又是我。 我才不要自找麻烦。 也是。 小妖怒,什么叫也是。 她不会真以为她拿它没办法了吧? 不过她很快脑子里便冒出了个主意。 香柳,你最近想不想换些新口味? 香柳若有所思地思考了下,而后笑道,如果西林小姐说的是餐食,不想。 香柳愣了一下,很快反应过来她所指何物,她又羞又恼,当即起身要走,然而手腕却冷不丁被人抓住。 香柳笑道,语气柔和了不少,我说的是餐食,你想到哪儿去了? 鬼才性! 香柳气鼓鼓地甩开她,以后别想我给你做饭。 这话说的像是之前做过多少一样。 之前她做饭全凭兴致,兴致来了挡也挡不住。 不过绝大多数时候,她都是那个躺在躺椅之下晒太阳的那个。 香柳追上去,又是好意翻红。 小妖看时机差不多了,心中暗喜,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,我就原谅你。 好啊! 小妖一愣,答应得这么爽快,我还没说是什么事呢。 你觉得我做不到? 不可能。 像柳挑眉,仿佛理所应当扳道,那不就行了? 小妖犹豫了一下措辞,最终还是开了口,最近阿念要回清水镇,我想尽下地主之意。 这话说的倒是毫无心理压力,毕竟阿念时不时便会以各种理由从宫里出来找她, 每次她来,总是带着一肚子对入收的怨气,几里呱啦一顿说, 小妖作为听众,时不时便给她些安慰,倒是个顶好的女伴。 近来她又和入收吵了架,起因倒是简单, 入收连着两碗出去和那些官员们喝酒应酬,阿念劝阻无果, 索性眼不见心不凡,跑到清水镇来找她玩。 香柳自然也知道此事,每次姐妹相见,总有说不完的话。 作为姐妹之间的外人,香柳总会主动给她们让出部分空间, 去另寻些乐子,排浅寂寞。 想好去哪儿玩吗? 小妖摇头,叹了口气,没有,但总归是要找些乐子。 毕竟她的日子,要是真那么好过,也不会来找我了。 香柳没说话,小妖忽然想起来,差点忘了,你可是浪荡子。 好吃的好玩的,你应该比我清楚太多了。 有没有什么推荐? 香柳罕见的无奈了,实不相瞒,西林小姐,那些地方你都去过。 所以,你现在与其问我,倒不如好好想想哪里是你最感兴趣的地方。 小妖一愣? 对哦。 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,香柳只要发现了,总会第一时间带她一起去。 一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样子,她根本懒得等到第二天。 她迅速在脑中回忆了许多之前和香柳一起体验过的真实的快乐, 很快就下定了决心。 想好了吗? 嗯。 小妖兴奋地说,首先肯定要带她来这儿喝酒。 至少我得问清楚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 然后再带她去赌场,赢个百八十两银子, 还有你带我去过的那些香料店,香柳在旁静静听着。 她对两人一同去过的地方如数家珍,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当时的快乐。 即使那是两个人共同的回忆,她仍丝毫不觉得累。 待她反应过来,这些香柳也经历过时,才意识到自己好像又说了很多废话。 老毛病,我又开始说废话了。 她甘笑一声,耍无赖似地说,没给你老人家耳朵添堵吧。 不过就算添了你,也得忍着。 你随意。 香柳淡然一笑,毕竟说废话是你的个人特色,我还没有无聊到想要扼杀你的本性。 她的嘴向来硬得很,小妖太了解她这套了,索性做了个鬼脸,又琢磨起了几日后的事。 三日后,阿念再一次来到了清水镇,小妖望着她从天马上下来,心想看来,近日她过得挺不错。 果不其然,她逮着小妖便开始抱怨起了入收的种种行径,这一说便是半个时辰。 等阿念说得口干舌燥,小妖刚好将她带到那家酒铺。 阿念狠狠往腹中灌了杯酒,对了。 姐姐,那只酒头妖对你还好吧? 我听传闻说,她对你特别冷淡,总是三天两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香柳冷淡。 那她认识的可能是个假的香柳。 她简直哭笑不得,胡说八道。 你听的是谁的传闻? 阿念茫然摇头,她也不知道这谣言是从何处传开来的。 百年前抹黑她,如今又抹黑她,小妖只觉一阵心烦, 不想和她继续讨论这些歪曲香柳形象的传言,闷头喝酒。 似是觉察到了这份冒犯,阿念小心翼翼地收回了话题,只闷头喝酒。 忽而远处隐隐有调笑声传来,小妖寻声望去, 竟是一个并编簪花的男子缠着一位女子正说些什么。 是像孤管的人。 小妖很快反应过来。 她在心中不由自主地感慨,当今世到太平,明风也越发奔放了。 熟料,那边拉扯的动静实在太大,就连趴在桌上的阿念都不禁抬起了头。 那边怎么了? 小妖和她说了像孤管的事儿,可没想到阿念竟然越听越感兴趣。 姐姐,要不咱们趁她们不在,一起去那儿玩玩? 小妖心念一动,可她还来不及出口,脑中便闪过了那张总是懒洋洋笑着的脸。 看似风流无害,可要是惹恼了她,只怕最后遭殃的还是自己。 其实,那日听说之后,要说她一点也不好奇是不可能的。 不过,她倒不是真想身体力行地体验一番,只不过是对一些自己从未涉足过的领域充满好奇。 一番纠结过后,她还是选择了尊重自己的好奇心。 反正香柳也被她另寻了个借口打发走了,至少三天内,她拥有绝对的自由。 当她和阿念带着围帽走进去时,里面立刻迎来了个二十来岁的小少年。 两位小姐可有认识的人。 那少年唇红齿白,笑意盈盈,热情却不致让人感到压力,总的来说滴水不漏,恰到好处。 向来话多的阿念不知为何竟有了几分羞涩。 她默默藏到了小妖的身后,拘谨地拽了拽小妖的袖子,要不,咱们还是走吧。 那少年笑望了她一眼,说,小姐既然来了,想必是对我们这儿有几分兴趣,就这么走了倒也怪可惜的。 她见小妖神色从容,便向她一摆手,小姐上座。 小妖一不推剧,欣然入座。 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,都拿上来瞧瞧。 那是自然。 对方拍了拍手,当即便有几块糕点盛了上来。 阿念原本惶惶不安,在吃到那糕点之后眼睛一亮,朝小妖使劲点头,好像我们在轩园城吃过的点心。 小妖也尝了一口,的确如此。 。 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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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